北宋版汉武帝打出了赵宋官家少有的骨气 一说到宋朝 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是经济文化上的极大繁荣 可这一派繁华掩盖不了宋朝军事硬实力的疲软 五代十国一百多年的军阀混战 给中原百姓带来了数不尽的灾难 也给后来掌权者蒙上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到了宋朝时 掌权者们极大的削弱了武将们的权力 这种矫枉过正导致了从朝堂到地方普遍中文清武 使得两宋对外战争中经常处于弱势 最终造成了北宋靖康之耻和南宋崖山之战的惨痛结果 可纵观两宋历史 还是有这样一位既有胆量又有眼光的皇帝 在位期间打赢了所有的对外战争 还收复了极具战略价值的杨玛帝 被称为宋朝的汉武帝 他就是宋哲宗赵旭 少年老成的天生帝王 赵旭是宋神宗赵旭的第六子 原名赵用 自幼聪慧 沉稳大气 深得父亲的宠爱 1085年 宋神宗并威 口不能言 只能点头摇头示意 无奈之下 只好由他的生母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就在这个敏感时期 宰相王规向宋神宗上表情历太子 之前宋朝有兄中第一级的先例 因此宋神宗的几个兄弟已有夺位之意 找各种借口不堪就藩 还没事就跑去找高太后表孝心 为夺位造生事 高太后为了稳住朝政 一方面严禁几个儿子入宫 一方面让心腹准备公孩童穿的黄袍 三月初一这天 高太后趁着众臣们入宫问及时 一边安抚赵用一边哭着说 而孝顺自观加福样 未尝去左右 书佛经以祈福 还拿出赵用抄写的论语给大家看 夸奖赵用说喜学书 以送论语七卷 面对着又孝顺又聪慧的皇子 众臣纷纷表示支持赵用 当天 高太后就下令赵用改名为赵旭 为皇太子 宋神宗驾崩 年仅九岁的赵旭继位 尊祖母高氏为太皇太后 这是多么熟悉的祖孙荡剧本 而赵旭这个少年老成的英主 也开始逐渐地走上历史舞台 理念相左 祖孙离心 宋神宗赵旭执政期间 大胆任用王安石实施变法 新法触动了旧有势力的既得利益 因此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太后高氏就是其中代表 宋神宗去世后 改革派失去了支持 早对新法不满的高太后 立即罢免了支持变法的革新派 提拔了一批保守派官员 对新法抑郁全部一废了之 两派人竖着一心为攻的大旗 拉着太皇太后高氏这个虎皮 打得不亦乐乎 却没想到却惹恼了 上位亲政的皇帝赵旭 高氏曾经问赵旭 为什么在朝堂上不说话 赵旭对他说 娘娘已处分 比臣道何愚 还有一次高氏曾问他 为什么不换掉常用的酒桌子 他就对高氏说 是父皇用过的保守派的刘志 曾劝高太后要叫他学会 便是忠臣兼臣 言下之意 是不希望皇帝恢复神宗变法 高太后对他说 常与孙子说 然未曾了得经过前几件事情 高太后就知道 孙子对自己和守旧派大臣很不满 因此一直到赵旭17岁 该亲政的年纪 仍不敢下放权力 少年天子文治武功 1093年 随着高太后的身体 每况愈下 旧党成员已经赶到山羽 来丰满楼 尽管高太后屡次当着重臣面 嘱咐赵旭遵循救治 朝堂上下都已经预判到了 即将到来的风暴 同年9月 大权独揽的高太后崩世 赵旭终于迎来了亲政的机会 不久之后 赵旭就改元少圣 向天下表明自己要继承 父亲变法意志的少数思想 并陆续召回张敦等变法派元老 也许是被压抑得太久 他已经不再掩饰对旧党的厌恶之心 公开表示高太后是老奸善国 将苏氏等旧党成员贬到岭南 就连已经去世的司马光也没有放过 死后的嗜好都被消除了 变法派的初心是要隔除弊端 强国富民 可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党争 新上任的变法派官员 早就变成了一帮利禄小人 满心想的都是怎么斗倒另一派 巩固自家的势力 新的法案却迟迟没能落到实处 朝堂上党争日益激烈 边疆的战事却没有烧停 西夏反而又趁着大宋朝堂混乱 想要趁火打劫 就当主政时期 对西夏采取了怀柔的态度 主动退还了米之 浮屠等边寨 试图与西夏结好 可西夏态度强硬 执意采取军事行动 面对咄咄逼人的西夏 赵旭果断启用了老当义壮的张杰 张杰指出不能一位屈从西夏 应当主动出击才能平息西北战事 他提出恶首要的清兵袭扰 逐步蚕食的策略 深的赵旭认同和支持 1092年 不堪张杰清兵袭扰的西夏梁太后 率军数十万进攻环州 张杰提前派出一支偏师侧应 随后一边加强防御 一边在环州附近所有水源投赌 面对敌军主力且打且退 诱敌深入 西夏大军九功卫国开始撤军 就在梁太后经过环州北部的洪德城时 宋军扶兵忽然猛烈进攻西夏中军 西夏军打败 被斩首千人 彩探 坠崖而死的不计其数 连梁太后都差点被升勤 经此一战后 张杰声名远波 也坚定了赵旭对外用兵的信心 随后几年 张杰利用相同的战略思路 逐步收复了被西夏占据的军战 还一步步进入了西夏境内 在西夏战略要的建立了平夏城 林平寨两座军城 公元1098年 梁太后率领西夏军百万对六座新建的宋军堡垒展开包围进攻 平夏城被围攻长达13天 九功不下之后 西夏军只得连夜撤退 张杰派出的骑兵在西夏撤军必经之路上设服突袭 秦获西夏将军士族多达三千余人 还缴获十万余头牲畜 西夏的大本营也被宋朝骑兵攻破 西夏军被迫向大宋求和 最终在辽国的调停之下 宋夏双方重新确立边界 经过这几次战争 赵旭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对付西夏的方法 同时也发现自身骑兵不足的问题 为了获得稳定的战马供应 赵旭把眼光放在了和黄地区 1099年6月 北宋出兵和黄地区 宋军利用青唐吐蕃内部的分裂 迅速占据了主动位置 同年8月 吐蕃瞎争首领率部落投降 宋朝正式占领和黄地区 自此获得了优质牧场 建立强大骑兵的希望之日可待 前方战士顺利 后宫里最受宠爱的贤妃刘氏 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赵旭大喜 给儿子取名赵茂 册封刘氏为皇后 事业家庭蒸蒸日上 这是每一个男人最躊躇满志的时候 可厄运总在这个时候 猝不及防地到来 赵茂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几天之后 心爱的女儿杨国公主 也突发暴病死去 这么短的时间 突然遭到一系列的打击 引发了赵旭的顾及 第二年年初 赵旭病情加重 无法上朝 二月 赵旭驾崩 总观赵旭亲政后的内政外交 可以看出 他不但像汉武帝一样性格刚毅果决 同时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 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 他用人有方 采取正确的战术击溃敌人 还能在取得优势之后 清晰地发现自身的不足 不穷追猛打 而是接受调停求和 这一波操作可谓有理有利有节 稳定压制住一方后 利用吐蕃内讧获得稳定养马帝 为建立骑兵奠定基础 本来按照赵旭的计划 宋朝极有可能恢复汉唐雄风 可惜天不假年 这位英明果决的帝王 就像流星一样 消失在了历史的天空中 他去世后 由他的弟弟赵旭继位 也就是宋徽宗 他在政治上极为昏庸 最后导致了靖康支持 实际上宋徽宗赵旭懂事实 出色的哥哥赵旭 已然被认为皇帝的第一继承人 所以赵旭早已给自己 设立了一个纵情享乐的文艺青年人设 可惜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把他送上了皇位 而历史也给华夏民族开了个大玩笑 造成了无数人后来几百年的悲剧 谢谢收看